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矩阵的neural space 我们来看这个定理4.16 若A是一个m乘m的矩阵 则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As等于0向量这个homogeneous system的所有解的集合 它会是一个subspace 那我们把这个集合称为A的neural space 那我们用符号NofA来表示 所以A的neural space简单讲就是满足 As向量等于0向量的所有这个解 这个S向量的集合 所有homogeneous system的解的集合 就称为A的neural space 那A的neural space的dimension 我们称为A的neurality 这是neural space跟neurality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理呢 就是我们要证明的就是说 所有homogeneous system的解的集合 它是一个向量空间 它是n维的坐标向量空间的一个subspace 这个是我们这个定理唯一要证明的 那我们怎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这个集合是一个subspace 你只要证明加法跟scalar multiplication的什么封闭性 所以我们就假设 S1这个向量跟S2这个向量是 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As等于0向量这个homogeneous system的两个解 那你去证明说那s1加s2 也会是它的解 还有呢 cs1也会是它的解 那就可以说明 这个解集合它就是一个rn的subspace 那你现在呢 s1、s2是As等于0向量的解 所以代表什么 As1等于0向量 As2也等于0向量 那你把这两个方程式相加 然后a提出来 那就得到a乘上s1加s2等于0向 所以代表什么 那s1加s2也满足这个as等于0向的解嘛 所以它是它的解 加相加依然是它的解 第二个呢 你把这个cs1乘上a 这个a之后 这个c可以拿到前面去 那因为as1等于0向量 所以呢 c乘上0向量 依然是0向量 所以a乘上cs1这个向量 也会等于0向量 所以cs1这个向量 也会是as等于0向量的解 好了 所以加法跟scalmpl 封地一定都满足 根据这个subspace的定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好 这一个nore space 它就是一个rn的subspace 那这个就是这一个定理的证明 那我们把这个homogeneous system的solution的集合 称为a的nore space 它的维度 我们用nore体ofa来表示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这个矩阵a的nore space怎么求 那这个是一个3乘4的矩阵 那你的nore space 基本上就解这个as向量等于0向量的homogeneous solution 那homogeneous system的话 它的长数都是为0 所以我们只要用这个系数取证去做列运算 就可以了 那它是三乘4 所以它有这个解的话是有四个变数 好 执行列运算 第一个呢 第一列乘以-3加到第二列 它就变成这样子 第一列乘以-1加到第三列 变成0022 好 第二列乘以-2加过来 那第三列就变成0000 好吧 那你现在这个s1s2s3s4是四个变数 但是我这里只得到两列的不为0 所以它有两个自由变数 好 那我们先看第二列 我们就令这个s4呢 等于t 那s3 这个移过去-t 再来令s2呢 等于s 那s1就等于-2x 然后这边呢-3t 所以 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它的solution s向量 就是长这样 那它的自由度是s跟t两个嘛 所以它无穷多解嘛 那这个基底呢 这一个 这个向量 你可不可以把它的这个基底怎么找出来 它有两个变数 所以你就这个基底就有两个向量 那你把有s的部分抓出来-2s跟s00 把拿出来 然后-3t0-tt 这个拿出来 然后st出来 那就变-2100 t提出来-3-0-1-1 那这个-2100-3-0-1-1 就是 这一个 所有 这个homogeneous solution s的什么 两个基底嘛 所以我们就用-2100-3-0-1 当作这个nual space的基底 所以你的nual space 我们一般怎么表示 就是你找出这个nual space的基底 那nual space就是span of x 那这个dimension多少 是2 所以nuality就是2 nuality of a就是2 那这个rank呢 a的rank的话 a的rank是2 那nuality就是看这一个nual space的dimension 它是2 下面这个定理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个homogeneous system的solution 叫nual space 那它的维度叫nuality 那nuality跟a的rank 有没有关系 彼此有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定理4.17 假设a是一个m乘n的矩阵 那它rank假设为r 则as等于0向量的这个homogeneous system 它的solution space叫nual space 它的dimension呢 nuality呢 就是n-r 换言之 这个n就会等于ranka加nualitya 好,那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要证明的就是说 nualitya就是n-r ok 好了,那因为a现在rank是r 对不对 那我们a这个矩阵它是m乘m 已经知道它的rank是r 所以代表说a这个矩阵 我去做列运算 把它 化成rhoxion form的时候 它只会有r列 不为0的向量 r列不为0的向量 那我们 这一个r列不为0的向量 所以我们这一个 我们genius system呢 系数 rhoxion form 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列运算 把它化成这种form rhoxion form的部分 那它会 最后呢 你就会变成只有r列 方程式 那我们第一列 第一个 leading coefficient 是1嘛 第二列 s2的1 dr列 sr 尾1 前面都是没有 这个叫rhoxion form 那所以你把这个harmogeneous system 系数做列运算之后 最后会变成这个form 那它有n个变数 但是呢 只会留下r个方程式 r个方程式 那所以呢 那代表什么 你这一个harmogeneous system的solution啊 的space啊 基本上会有几个自由变数 就是 sn一直往前到sr-1 都是自由变数 自由变数 所以呢 你的那个 自由变数是多少 从 sr加1到sm 所以答案是 n-r个 对吧 那 你的这个harmogeneous solution的 自由变数的个数是n-r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harmogeneous solution 就是n-space的维度嘛 就是n-r嘛 所以这个就是nullity 就等于n-r nullity 好啦 那r是rank 移过来 所以nullity等于n-r 那r加过来 r是ranka嘛 所以ranka加nullity就会等于n n-r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如果求这个矩阵a的rank 还有nullity 还有这个column space的基底 那基本上呢 你要求rankofa 就是直接做列印算 那得出ranka之后 我们利用ranka加nullityofa 会等于n 这个就可以得到nullity 好 那这个是4乘5的矩阵 所以n是等于5 n等于5 所以ranka加nullityofa要等于5 好,那我们先来看它的rank 第一个,直接进行这个列运算 第一列乘以2倍加到第三列 那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第二列呢 乘以3加到第四列 那就变成00 然后这边3 那这边呢,变成-3 ok 好,然后第二列跟第三列 你发现它全部一样 所以你就可以让其中 第二列或第三列变成0嘛 所以呢 这个第二列 第三列 有一列会变成0 那我们把这个0的就移到第四列 然后这个3-3 这个就变成1-1 那 这个-1-3-3-3 利用这个1-1这个东西 它就会 乘上一个-1 然后把这1-1的弄进去 它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raw option4 那只有3列不一定 所以rankA答案就是3 好,那rankA加nullityA要等于5 所以呢,nullity就是2 nullity就是2 所以这是第一个rank跟nullity的求法 好,那你columnSpace呢 那你columnSpace呢 columnSpace的这个基底怎么求 好,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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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A的rank 你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 rull space跟columnSpace的dimension 所以你今天是rull space的dimension是3 那columnSpace的dimension是不是也是3 对吧 所以你columnSpace 这里有五个columnVector 但是它dimension是3 所以你只能挑三个什么 linearly independent的向量 来当作columnSpace的基底 所以我们怎么去挑 你就看这里 你这个是rull function form 那你看第一个第一行 第二行跟什么 第四行 这leading one的部分 那我们就挑一二四 你用原始的 第一行 第二行跟什么 第四行的向量 10-20 0-1-13 还有呢 11-10 这三行的行向量 columnVector 来当作它columnSpace的基底就好了 那这个道理就是因为 你的columnSpace跟rull space的dimension 都要等于3 所以我们columnSpace呢 只能挑三个向量 那这三个向量 必须是linearly independent 所以我们在这边挑这个 leading one的这三列 那这个就可以作为 A的columnSpace的一组基底 OK